2022年2月22日,芝加哥发生了一起车祸,事态升级为其中一名司机拔枪,射中了另一名司机的腿。 虽然我们对嫌疑人了解不多,但我们可以假设,他在那一刻缺乏同情心、自我意识、共情能力、原认知和心智理论的能力。 简而言之,他可能缺乏社会智力,我把这次事件当成了蓄意攻击。 社会智力指的是了解自己和他人的能力,也常被称作机智、常识或街头智慧。 这种能力是神经正常的人的一种天生特质,通过与人交往以及在社交中不断从成功和失败中学习而逐步提升。 社会智力的核心有五种独特的认知技能。 同情心是我们对他人感同身受的倾向。 父母自然会对自己的孩子产生同情,而婴儿在母亲感到难过时也会产生压力。 随着我们长大,大多数人对家人充满同情,对亲近的朋友少一些,而对陌生人则更少。 自我意识是理解自己情绪的能力。 小孩子表达饿了时,说明他们具备这种能力,而当他们发脾气时,往往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情绪。 尽管有些人从小就被教导不该表达自己的感受。 随着年龄增长,我们的自我意识会逐渐增强。 有些人却因为压抑情感,依然无法理解自己的情绪。 共情是我们理解他人感受的能力。 有些孩子从幼儿园时就开始展现出共情能力,而有些人年纪很大了,仍然缺乏这种能力。 通过多年的社交经验,我们可以逐步提高共情能力。 但是,那些没有学会理解自己情绪的人,也可能永远无法体会他人的感受。 原认知是对自己思维过程的觉察。 大约在四岁时,大多数孩子开始展现出原认知的初步能力,能够意识到自己知道什么,不知道什么。 随后,他们会评估自己对所学知识的信心。 长大后,很多人逐渐了解自己的大脑,并明白大脑的任务之一,就是为混乱的现实与虚拟世界带来秩序。 有些人却困在他们自己编织的虚构故事与谎言中,无法自拔。 他们看不到自己的思维可能被各种偏见所困扰,也意识不到自己可能对某些假设是错误的。 心智理论是理解他人知道什么,以及他们思维方式的能力。 大约在六岁时,孩子们开始展示出心智理论的能力,明白他人可能掌握着不同的信息,因此会得出不同的结论。 这通常也会带来更多的共情。 成年后,心智理论帮助我们理解他人的视角和思维方式,因此它成为了影响他人的一种强大技能。 所以,同情心和自我意识让我们理解自己的情绪,原认知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思维,这些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。 而共情让我们体会他人的感受,心智理论则帮助我们理解他人的思维过程,这些能力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。 社会治理总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,这意味着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社交环境时,可能会无所适从。 所以,尽管这五个方面是普遍存在的,但我们仍需根据不同社会环境来提升这些能力。 顺便提一下,动物也有同情心和共情能力,黑猩猩甚至还表现出初步的心智理论能力。 然而,人类是所有物种中社会智力最强的。 你怎么看,我们的高社会智力是如何发展的,我们又该如何进一步提升这五种能力,以增进彼此的理解? 欢迎在评论中分享你的看法。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,欢迎观看我们其他的视频,并在油管或通过视频里的链接加入我们。 想了解更多信息或去课堂练习或无背景音乐的视频,也请访问我们的网站,本视频根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发布。